希望到時候不要因為人數妳就不控管入場人了 因為我們之前還有一個就是 因為我們會綁去每一個博蘭會的狀況嘛 那彰化辦過那一年的綠國 其實他們到最後會被罵是因為人太多 全部都塞爆在那個場合 彰化是花會博蘭會 對 花會博蘭會 所以這一點的經驗現場是很盡其教訓這樣 那我要跟大家說這個場合左邊右邊拍起來 風景都超棒的 那這一個就是牛二虎 就是從無道有生出來的 這個建築師把它的這個挖掉 然後去填在那個山丘上 所以它整個地地的廚房是平衡的 但是它就可以創造出起起落落的一些景觀這樣子 等一下我們會在探匯林場 看到我們的甘明園建築師 那現在大家要究竟開始正式進入我們的園區了這樣子 那我們會從左邊的這一個第一個食物危險機的場館看到 那現在大家看到的這個園區 其實大家可以感受到說 我們用很少的RC就是不透水的材料 大部分我們都是用比較生態透水的材料來做我們整個園區的建置這樣子 謝謝 後面的夥伴 可以嗎?這樣會太快嗎? 可以喔 等一下我們還會 因為其實這整個地地都很多可以拍的 它的生態我要先講一下 我們的生態警官的那個張文賢張老師 他說他們之前在這裡從從地地開始建置到它離開 因為他第一期的大地工程建置完之後 他們第一期的生態有測場 那測場之前他們有做一些生態調查 這邊也只有21種 21種的那個鳥類在這裡已經可以在這裡棲息了這樣子 那就是在生態的部分能吸引來的那個鳥這樣子 他就像他昨天講的 其實他其實認為說這只是還給大地而已啊 那走前方的這一間就是食物歷險地 那這個場館裡面其實從現在開始這就是燈湯口 它設計的就是諾亞方舟的形式 那它裡面主要策展的內容呢 它大概會是想要說明就是每一天吃我們吃到什麼食物 然後盥形農法裡面 雖然它是我們這就是從很習慣的一種為了要大量生產工業生產的方式 讓我們就是產量MAXIMA 讓農民收益比較好的方式的跟蹤方式 但是真的那樣的方式 我們真的身上吃到太多的農藥了 那其實這裡面是一些檢討跟繁星 那裡面的展區會讓大家看到就是與你要選擇什麼樣子的食物 然後裡面會呈現安全食物是怎麼樣來的這樣子 裡面這個展館主要要說明這樣 那裡面會有三個場就是我們這是燈湯口 進去以後會有第一艙第二艙還有後艙 然後裡面的展示我是覺得很時尚很漂亮 那這個 它是用貨櫃搭的 然後那個三個艙裡面主要要呈現的第一個 它是要講就是從土地到餐桌 第一個就是在土地上這個食物它是怎麼長成的 第二個再來的話是我們怎麼選擇食物的那個思考的邏輯 那再來的話它就是要呈現一個安全食品的 的 的 我要怎麼講 它就是有一個餐 它最後真的會有一個餐桌上面真的有食物 然後最後的話它就是一個發願說我們要怎麼樣子來選擇眼睛的生活這樣 所以為什麼會有 它是現在比較流行類的互動科技 也有都有都有都有 它是安逸國際 那個安逸國際就是當初在就是高雄市博的策展團隊 為什麼會用莫亞方舟這個東西來代表這件事情 因為他們當初來投案的時候會認為說 它是從一個比較反省的角度來看 就是說當人類把土地都用盡了以後 就像以前在耶穌聖經的那個時代都已經沒有食物了 那人怎麼樣去思考 它裡面第一台提案的時候它講天降乾淋 下下來以後它其實因為環境它可能下下來是酸水 所以它整個大地可能它已經都沒有辦法長出東西了 那其實我們必須要一個重生的那個概念來面對我們未來的生 它是用這樣的角度來提案的這樣 所以那時候塑膠團隊來投然後他們找到環境這樣 我們這次是用設計競賽的方式 所以每個團隊來投它從沒有到有 都要整個都是比賽的方式 所以他們是從建築啊測膠的內容一直都比賽 嗯 那它的材質我們都希望能夠是比較環保的 所以它所有都是用那個那個貨櫃 你主要的那個 大概已經有一些比較重點的字 就是你大家都可以看到了齁 從土地到餐桌 然後天降乾淋 樂火從吃開始 然後你可以選擇 你自己怎麼樣去消費去生活這樣 這大概跟我們整個農業博展會的主軸裡面 很有相關啦齁 就是大概就是在講 從人心開始改變的一種環保的運動這樣 到11月15號就要完工了 到11月15號就要完工了 對 他們都接近 他們幾乎都已經差不多了 現在都在收尾了啦 所以現在在工地期間 所以現在在工地期間 真的比較討厭你們的安全本來想說 對 啊 就像你可以先自然的軟體的部分 其他 所以接下來大家看到這個稻草啊 其實它是我們的服務設施 好 這個稻草是我們的服務設施 會不會使用衣服服務設施 讓他認識去的衢骨 分手 都是我們的服務設施 要不要再用衣服嗎 等等 然後這次衣服設施 又 antibodies 後面的衣服 我會選擇 不要衣服 中文字幕 李宗盛